南海南团The Boys将于10月底回归 不过2017年出道了他们 今年迎来第7年与IST娱乐的合约 也将于12月中旬到期 而近日就还没爆出 全体成员将不逊约离开公司 根据还没报道 The Boys成员们比起逊约 更倾向于寻找新的经纪公司 继续进行团体活动 而首要条件则是经纪公司要能够满足 全员们的音乐发展愿景 并拥有透明的管理系统 业界有传闻称 Le Boys与特定经纪公司已谈到最终决定阶段 据悉全员们即使转到其他经纪公司 也会朝着完整体活动的方向进行讨论 但由于Le Boys不上标权 归IST娱乐所有 因此是否能与Le Boys继续活动 还有待观察 消息传出后 IST娱乐就回应还没 与Le Boys的专属合约还没有到期 计划继续与全员们进行讨论